费玉清她最新巡回演唱会昨天晚间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起跑了 由于她日后不在每一年开唱 因此昨天这场演唱会台上台下是离情依依 她两年前丧母但是至今还没有走出伤痛 她昨天一开场这首歌叫做《朋友一个》才唱两句 因为想起了母亲就哽咽唱不上去了 而最后她唱完道歉全场是鼓励加油 而根据了解她至今回到家里面第一句话仍然是 妈妈我回来了 而昨天她出门前还说 妈妈我出门了 看来费玉清至今仍走不出丧母之痛 费玉清演唱改编词凤飞飞的《想要跟你飞》 天来赏鸣酷鸣鸣 相随陪在你身边 我什么都不觉 连续第十一年台湾巡回演唱 2013年的第一场在台北开唱 全场满座 《朋友让我拥有》 开口就哽咽 费玉清站在熟悉的舞台却五味杂陈 这两年来呢 仿佛我自己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 这个十句母亲的伤痛的感觉 今年的最终回呢 除了呢 一方面放弹我自己隔场人生的脚步 一方面也想多配为我年迈的老父亲 再次要感谢所有的朋友 再次能一起同学 感性告白 祝敬对母亲的思念 歌迷听得无痴人碎 热泪盈眶 想要跟你飞 想要奔奔妖妖妖与你相会 深深世世不离别